今天我们介绍到光的偏正 一个自然光像太阳光 像我们的日光灯 它的正 它电场 我们通常都拿电场来看 不谈磁场 其实当然有磁场 它的电场呢 震动的方向 什么方向都有 这是自然光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这些每一个电场 我们都把它分成X分量跟Z分量 每一个都分成X分量跟Z分量 然后每一个的Z分量加起来 就是它的总电场的Z分量 每一个Y分量都加起来 就是总电场的Y分量 那么因此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 当作是一个自然光 就是说 它的X分量跟Y分 跟Z分量啊 都一样 都相当 那么 像这种光 我们就叫做 非偏正光 它没有偏正 它什么方向的震动 都有 OK 好 那么现在我们 看 如果一个自然光 从这里射过来 经过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叫做偏正片 偏正片 你看它 它画出这么一条一条的 东西 那就表示说 这个光 这个光 经过 这个 长条状的 这个物质 以后啊 它的震荡呢 只有顺着这个方向的震荡 可以过来 跟这个方向 垂直的震荡 电场就过不来了 于是呢 就把 跟这个垂直方向的 电场就滤掉了 所以只有部分的过来 因此这个 我们就叫做偏正光 偏正 那么它的强度呢 因为 X Y跟Z都一样 一样大 你现在把Z 滤掉 就是 剩下Y 所以它的强度 就是原来强度的 二分之一 那么这种片 我们称它叫做 人造偏正片 人做的 人造的 不是自然的 比如说我们 有一些塑胶 塑胶 袋之类的 透明的 那你把它塑胶袋一拉 它这拉紧的这一方面呢 它等于不得分子啊 就顺着拉紧的这个张力啊 还得起来 还得起来 于是就像这个样子了 那 有一部分光可以过来 另外 跟它垂直的偏正光 就过不来 那么这种片呢 我们又称它叫做偏正片 Polarizing sheet Polarizing sheet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如果把 Polarizing sheet 转动一下 比如说你把这个 呃 长条状的 转到垂直方向 传到水平方向 那么 它这个偏正的 也就水平的过得来 水平的过得来 垂直的就过不来了 但是它的强度呢 还是只有原来的二分之一 因为原来这个 这个任何一个方向都有啊 你如果把它 任意分成两个互相垂直的分量呢 啊 那么任何一个垂直的分量 都是原来的这个啊 强度都是原来的一半 啊 好 那么 像这样子的 自然光 经过一个 偏正片以后 强度变成二分之一的I0 原来的这个强度 那这个叫做 半数 规则 One have rule 你这个要记住 好 现在我们再看 如果这个 已经是一个偏正光了 已经是一个偏正光了 你再把它摆在一个偏正 通过偏正片的时候啊 你看它可以分成 这个分量 跟这个分量 这个Z分量过不来 Y分量才可以过来 OK 那这个时候的Y分量呢 Y分量EY就等于 E 就是E E就是EY 然后这个 I term 就是 这个 方向偏正的光 它的强度 当然就等于 E 平方 cos 平方 θ 那 E平方呢 就是原来的这个强度呢 假如 原来的电场是E 它的强度是I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啊 它的偏正光的强度啊 就是等于原来的强度 乘上 那么它新的偏正强度啊 那么它新的偏正强度啊 就是等于原来的强度 乘上 cos cos 平方 θ OK 这要记住啊 好 那么我们以后就可以应用这两个规则 来求 光透过 不管你有多少个偏正片 我们大概都可以用这两个规则啊 一个一个啊 一个影响 下另外一个影响 下起来 我们可以得到最后的结果啊 就说它 最后的偏正光啊 它的强度是多少 比如说我们这里 有个自然光从这里进来 自然光啊 而经过这个偏正片的时候呢 它只有这个方向的偏正 这个方向偏正呢 是在二分之一 就这个I0的二分之一 那这个偏正就是朝这个方向了 不像这个 不像从这里出来什么方向都有啊 就这个方向 它再经过一个偏正片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 那这个方向 跟它原来偏正的这个角度是六十度 所以穿过来的I2呢 就等于I1乘上cos 平方六十度 这个时候的偏正就是 这个方向了 这个方向 如果你再摆一个偏正片 再摆一个偏正片 这个偏正片呢 跟它 跟这个 不管夹多少角 我们说夹四大角好了 那么从这里出来的 这个方向的偏正强度 就是I3 它是I2乘上 这个 它跟它夹四大角 我们刚刚说 对不对 cos平方四大 那I2又等于I1 cos平方六十度 I1又等二分之一 I0 照这个方法 你就可以把这个最后的结果算出来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 这个就是真的计算了 有三个偏正镜的组合装置 第一片 第一片是偏正片 它的偏正方向 圆着Y轴 这样子 第二片呢 方向跟Y轴夹六十度 第三片 方向 第三片的偏正方向为 X轴的方向 就是水平方向 是水平方向 我们把墙 都为I0的自然光 通过这个组合的装置 那么它从第三片 偏正片 穿出的偏正光 它的强度是什么 那我们就一起一起来算 先算I1 I1是在二分之一 I0 人家这是自然光 不管哪一个方向 你这偏正 不管哪一个方向 都是二分之一 I0 然后现在的偏正 就是这个方向了 然后再经过一个 这样的偏正片 它偏正的方向 跟这个是夹六十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 去除I2 是等于I1 cos六十度 I2等于I1 cos六十度 你再把I1 带进来 就等于这个 然后这个呢 就是水平呢 水平跟这个角 跟这个方向 夹几度啊 三十度 对不对 三十度 所以I3 就等于I2 cos平方三十度 那I2就是这个了 你把这个带进来 cos三十度 那平方 就等于这个 这个很简单啊 你只要把 把这个 齐住 这个 齐住 不管它多少齐 都很好算啊 以上是人造的偏正片 让光线呢 会 天正啊 它的用途 比如说 呃 我们的眼镜 有 太阳眼镜 有的就是 天正光啊 让外面进来的光呢 外面的强度是 I0 现在我们眼睛 它就一起啊 就一片啊 所以是二分之一 I0 就减少了一半 那么我们坐 我们的汽车 有隔热板 隔热玻璃啊 隔热纸 那么它也是一种偏正 它把阳光 外面是自然光 这张车子里头 就变成偏正光 它把它的强度啊 减弱了 所以偏正 我们用的很多了 好 现在我们讲另外一种的偏正 就是反射而产生的偏正 反射 刚刚是人造偏正 现在是自然的 光线射到某一个物体 然后产生反射光 像这个 入射光在这里 射到玻璃上面呢 它就有反射光 跟折射光 那么我们发现了 它反射 我们现在把它的这个光啊 这是自然光了 我们把它的偏正分成了 这样的垂直 就是说 现在入射线 反射线 跟Normal线 跟法线 三个是在同一个平面啊 这个叫做入射面 入射面 跟入射面垂直的方向 我们就是用这个打点 小小的圆点来表示 就表示它是从里头出来这么震荡 然后跟这个 入射面平行的呢 我们就是用这个 你看它这个 这两个箭头 双箭头 就在这个平面上面 看 自然光可以分成这两种偏正 垂直偏正 跟平行偏正 我们发现啊 它反射光 因为它的光是怎么样呢 我们光经过反射 它有一部分是折射 一部分反射 所以它的强度啊 这两个强度合起来 才是这个强度 所以这两个强度 各自都会比较减少 都会比较减少 但是减少是减少 可是啊 它还是 这个地方 还是这个自然光 就是说 它这个 两种方向的都有 垂直偏正跟平行偏正都有 但是我们发现 它一反射以后啊 它这个平行偏正啊 会变得更少 垂直偏正 它不会像它变得这么少 如果说 我们知道这个反射定律 就是Zeta1'要等Zeta1 如果我们把这个角度 角度调整 调整 你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 但我们这个角度 Zeta1 等于某一个角度 ZetaC的时候 就说 你看这个 把这个加大 变成Zeta1等于ZetaC Zeta1' 也等于ZetaC了 诶 这个平行偏正的部分啊 反射光的平行偏正部分 就没有了 不见了 不见了以后啊 那这个反射的光呢 它就变成 只有垂直偏正的部分 只有垂直偏正的部分 好 那么这个是 我们发现 Zeta1 等于ZetaC某一个角 这个角我们就称它叫做 我们有一个 名称 ZetaC 那么 这里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那这个 Zeta1 Zeta1等于ZetaC的时候 完全变成这个 反射光 完全天正 那么这个 ZetaC 其实我们应该称它叫做 ZetaB ZetaC容易跟我们前面的这个 完全反射的角 啊 临界角 搞混了 啊 它等于ZetaB的时候 啊 就剩下这个 垂直偏正啊 那么这个ZetaB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 Booster's Angle 叫做布鲁斯特角 当入射角 是等于入 等于 布鲁斯特角的时候啊 它的反射光呢 只有 垂直偏正 只有垂直偏正 OK 好 那么布鲁斯特发现 在反射线成为完全 偏正状态 的时候 就说这个时候 完全偏正了 哎 我发现呢 反射线 跟折射线 它的夹角是90度 90度 好 90度的话呢 因为这是180度啊 这个90度 所以这两个角加起来 也是90度 那这两个角就是什么 Zeta1x 加Zeta2 也等于90度啊 好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就把它变成 ZetaB好了 ZetaB 因为 这个图片 有时候我从 各种书上面 看哪个书上面 比较清楚啊 我就用那个 它可能写的ZetaC 那么我们就改成 ZetaB好了 因为它叫做 Booster Angle 好 它就是Blooster Angle 加ZetaC要等于90度 那Blooster Angle呢 就等于90度 减Zeta2 或者Zeta2等于90度 减Blooster Angle 那么假定 这两个戒指 那这个是N2 它的折射率 空气是N1的话呢 那么有Snells law N1 3Zeta1等于N2 3Zeta2 还有就是Zeta1 等于Zeta1'等于Zeta1'等于ZetaB 这个是反射定律了 好 那么我们 现在把Zeta1 等它等于ZetaB的时候 Booster Angle的时候 好 这个带进来 好 Zeta2呢 是等于 Zen Zeta2就算90度 减ZetaB 是等于Cosan ZetaB 那我们把这个Cosan ZetaB 除过来 N1除过去 我们就可以得 ZetaB是等于 Tangent N2 over N1 这个要记住 这个是 布鲁斯特角 的关系 跟两个 戒指的折射率之间的关系 好 如果我们把这个N1当作1 这个是1 N1是1 N2呢 就是任意的一个戒指N 任意戒指N 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什么 ZetaB 等于Octensian的N 这个关系 我们就称它叫做 布鲁斯特定律 Booster's Booster's Law 好 刚刚讲的是 自然光 在反射的时候 它会产生偏正光 如果这个反射光 是完全偏正的话呢 那么入射光 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 它的入射角 是Blooster's triangle Blooster's triangle OK 好 现在我们看 另外一种 产生偏正的方法 就是散射 光射到某一个物体 那么它的 射到某一个物体 我们现在看 小天这是一个物体 某一个物体 好 这个飞偏正光射进去了 我们知道 光里头有电场跟磁场 电场 我们就看电场 电场在振动 而我们的物质呢 它都是由 原子核 跟它周围的原子 具体所造成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原子周围的电子 会因为你这个震荡的电场 震荡的电场来受力 那么它受力 因为跟电场推动是一样的 所以它方向就 它是受电场推动的影响 所以它震荡的方向呢 就跟原来的电场啊 的震荡一样 比如说原来电场 它有这个方向 也有这个方向 那么这个电子呢 也就是这样震荡 它也把它的震荡 可以分成这个分量 跟这个分量 这是里头的某一个 某一个电子 那这个电子 这样震荡的时候啊 我们看这个方向 出来的光 电场这样震荡 那么它的电磁波 会朝这个方向行进 我们知道电磁波 叫做横波 它是一种横波 就是它电场跟磁场 震荡的方向 都跟它行进的方向垂直 电场这样震荡 它会产生一个行进波 这样子的 这样震荡的电场呢 在这个方向呢 不会产生电磁波 因为没有电磁波 它的行进方向 是跟这个电子 或者电场震荡的方向 平行的 没有 所以 虽然这个原子 里头的电子 这样震荡 两种分量都有 但是只有这个分量 产生的电磁波 会传出来 这个方向啊 如果你要看它朝 朝这个 Y方向传播的呢 我是没有画出来 Y方向传播只有这个 这个震荡的 电磁波才会传出来 这个就传不出来了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就是 所谓的散色的 凭震 散色凭震 那么 各位看到我们天空是 蓝色 为什么是蓝色 当然是 一方面因为它有大气 你到月球去看 那个天空 只要不对的太阳看了 它都是黑的 它没有气 没有空气 而空气里面呢 空气里面 它空气 里面的这个分子 气体分子 它的电子的震荡方向 它震荡频率 就跟我们太阳光的 蓝光的频率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所以蓝光产生偏正呢 会让这个电子 蓝光 蓝光 里头的电厂 震荡 它会影响这个电子 这个电子就跟着 这个震荡方向 一起震荡 一起震荡 比如说 太阳光 从这里进来 比如说这是东方 从这里进来 你抬头看这个 天上 它这个 这样子震荡 它都有 对不对 都有 就是蓝光 它原来的蓝光 也不止 也没有 也没有说是偏正 它是完全非偏正 什么方向都有 它就产生这种偏正 这种偏正 那么它 这种偏正以后 比如说这种光 这样的偏正 它会源到这个方向 但是 它 它 它 这个光 也不可以把它 分成这样的偏正 能这样的偏正 对于它 这两种 就是你在这里看 当然光是从这里 那么 这样子偏正的光 传到你这里来 OK 那 它 就说这样 正当的会传到这里来 这种震荡的光 跟这个 这样震荡的传过来 跟这个垂直的震荡方向的光 就传不过来 就跟这个一样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偏正光 它有一部分蓝色的光 因为它会带动这个电子震荡 它都是这种蓝色的 蓝色 蓝色的关于震荡 它四面八方都会放射 像这种 其实它四面八方 都会有 都会有这个射线 不但只有这里有 都会有 有的地方是 有的地方 它是 完全凭正 有的地方 不一定完全凭正 好 所以 四面八方都产生散射 这种叫散射 那你眼睛在这里看的时候 那只看到 这一部分的散射光 这个散射光呢 四面八方都有啊 那你就 有一部分你看不到 部分看不到 好 那你看到的只有蓝色的 这一部分的蓝色光 它的分子很多了 你看到这都是 湿到你眼睛来的 都是这种蓝色的光 所以你就觉得蓝色 好 它其他的红色了 其他的颜色了 其他颜色 它因为不会 比较不会引起这个 电子的震荡 所以它就从这里穿过去了 从东方这里穿过去了 它没有散射 所以你看不到 好 一个白色的光里面 白色的光里面 经过它的散射 就是把它的蓝光 散射掉了 剩下的光就是红色 所以说你在早上 如果你面对了东方的话呢 传到你眼睛里头来的 就是红色 因为这个蓝色光 已经散射到别的地方去了 当然也有一部分 但是它很少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自然里面 散射而产生的偏证 好 那么偏证就是分为这几种 人造偏证 人造偏证 然后反射偏证 然后反射偏证 再来就是散射偏证 OK 好 这一章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再来我们就要看下一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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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